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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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你 我但凡知道这个消息 我就发微博骂你 不会吧 我这个人疯得很 不会 不可能 孟姐 这是干啥呢 萌棋姓营业 消费 我来这这么久 我第一次消费 就消费在这 真的 让你一次体验 就是以后你的 好好的消费 都会消费在萌棋姓身上 跟你说这王兴岳今天找我预约 他从我第一次见到我就找我预约蒙琪琪 我都没给他弄过 你干啥呢 我在这屋里休息呢 你都洗个装后 现在吗 费了 下次吧 孟姐 我晚上去一趟你别给我收费好吧 我没钱了 我钱又完了 不是 晚上你给我弄弄我这么也行 你有病吗 而且我今天晚上张欣诚约了 你弄完他给我弄呗 就来一天 但是我得收钱 有十块钱 我们有 设备多少 二十 可以 那我给你 行了行了行了 约着吧 他不是不给钱吗 对 他总想就是跟我讨价还价 孟姐 啥时候下班 我这跟他弄完就下班 咱子你也要蒙琪琪 他要弄多久 他是刚弄上 那那剩不太紧 你还续班吗 可以 要不下次吧 下次第一天就排你 行 一天卸两个 这太累了 因为我们都不偷工减料的 我们这个做的就是口碑 主要现在也就你一个人吧 对 因为我们本来想要招临时工 其实星月我就应该给他找个临时工作 但星月他又不是回头课的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肯定想就给他做得好一点 那你后来回头课我就用我临时工给你做 咋的啥是金佐 不知道 我都会外面接的 都不知道要接着 选择太多了 不是 也不是 他女戏就是 资源我觉得挺好的 你说整天 对 我感觉要那种就是 偏偶像的你也有 大IP你也有 证剧也有 然后那种道德伦理剧我看你也有 电影也有 我把你啥都有 你还是挺厉害的 我就接得比较准 你喜欢演古装还是现代 我肯定是喜欢古装 但是我确实应该接一个现代 我好久 我都能有六年都没有接过现代 对 我感觉你拍现代特首 其实我挺喜欢你演的就是那种 那种悬疑 就很像你那是《回狼亭》对不对 就你那种题材的 就有点禁忌的那种悬疑 不是 就是不太贴近生活的东西 明白 就是有点高概念 差不多 好像有一个戏在室内正在找你 对 你咋知道 我当然失望了 那个九月份的档了 是九月份的 对啊 你觉得那咋样 我告诉你哪天 如果人家跟我说这个戏 是张星成否了我 我又弄死你张星成 我哪敢啊 我点 我不会 我也不会啊 我干嘛会说 我告诉你 张星成 我告诉你 既然你自己主动说出来了 我的警告也在这儿了 你放心 我怎么会疯呢 你好好说服他们吧 说不用孟子逸 千万不能说是我疯的 我告诉你 我但凡知道这个消息 我就发微博骂你 不会吧 我这个人疯得很 不会 不可能啊 孟姐 对啊 我还是不可能啊 我相信是 我相信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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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